你是餐餐吃外面的外食足嗎? 外食的食物普遍菜色種類太少 而且很多都是過油過鹹 容易一不小心就營養失衡造成身體負擔 其實只要注意選擇 就算沒有自己帶便當 一樣是可以健康吃 被誉為美食之國的台灣 大街小巷 林立了各式餐廳 走幾步就有小吃攤或者是便利商店 餐餐在外各是相當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大家對外食背後隱藏的健康危機 卻毫不知之 一不小心就落入了三高 癌症的高風險族群 外食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烹調用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選到炸的食物 那我們就把外層來剝掉就可以了 注意這個油的量是不是會太多 然後有時候水果在外食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容易取得 不過現在超市超商都很方便 那如果沒有我們回家補充也是可以的 那要怎麼吃又能吃得飽吃得健康呢 就讓營養師來教你 在食物的選擇上其實是非常的重要這樣 那首先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 能不能吃這一餐是可以非常的均衡的 所以像我們現在就是國家一直在推動 就是我的餐盤 就是六大類的食物怎麼均衡的吃 那我們在這樣推行的時候也有六這樣的口訣 讓大家知道說我的尽量就是要選全股類的部分 那全股類的部分我們知道說 像我們台東在地就有很多很豐盛的食材啊 像譬如說糙米啦 紫米啦 甚至紅梨啦 小米啦 這些都是很在地的食材 那我們會鼓勵呢 能夠從這個全股來攝取 那就可以增加很多的營養素這樣子 不管是維生素或者是礦物質 那當然不可少的就是鬥魚蛋肉類嘛 所以在挑選的時候 鬥魚蛋肉類我們鼓勵是大概吃一個掌心這麼大 所以在份量的拿捏上肢就是要特別的注意這樣 那有時候我們比較會缺的是什麼 有時候蔬菜會吃不夠 所以鼓勵民眾就是說在選外食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有沒有選到菜喔 對於外食族而言 最煩惱的莫過於要吃什麼 想來想去還是便利商店 就超超解決了一餐 忽略掉飲食均衡的重要性 容易走向肥胖和慢性病之路 為此國健署特別設計 我的餐盤均衡飲食菜單 只要謹記一些簡單的原則和小技巧 就算是外食也能跟在家吃飯一樣 健康又均衡 記者楊子媛台東市報導